苹果今天上午10点在中国大陆北京举行的首场新品发表会草草落幕 苹果在会中并未与外界预期的宣布与中国大陆电信一哥中国移动展开合作 发表会采小型说明会的方式进行 受要参加的媒体仅约25人 绝大部分为大陆官媒及美联社等 多数媒体不得其门而入 抱怨连连 大陆各地站位不上班 拿且不做事的吃空想问题严重且久之不绝 河南州口市至8月20日已查出吃空想人员5731人 公共财政开支超过1亿元人民币 日本产经新闻报导 旅居日本的中国大陆籍政治学者朱建荣 7月到上海后失联 昨天传出他可能被中国大陆官方认为涉嫌泄漏情报 在上海遭到拘留 目前人在浙江省接受调查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一家鞋场仓库 10号中午发生严重爆炸案 官方今天声称死亡人数从原本的4人增加到7人 36人受伤 新唐有的电视政治报道